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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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吗 别看了电视了啊 教教在学习呢 人家 改革就想看看动画片 人家 跟你说大宝 别的什么都听不见 就是电视节目 耳朵可灵了 别看了 我见音诚吗 帮帮你了 不沉不沉啊 挂了挂了 吃饭了 你没等等我啊 奶奶小点神 大宝在复习功课呢 他要考不上你得负责啊 我负得了责吗 妈 我考不好 你说我学习不好 大宝考不好 就说大宝是我冥想的 大礼拜天呗 不让你洗 你话的那么多呢 赶紧洗手吃饭吧 那要洗什么我 好了好了 你生病了 白天呗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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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看 来来来吃饭了 帮帮洗洗手吃饭了 来来来 帮帮来洗手吃饭 跟妈妈坐一会儿啊 洗手了没用习惯是吗 洗过了哈 老小一边看 好 别看电视了 都什么时候了啊 来来来来 这你现在的时间 是最宝贵的 比金子都宝贵 赶紧洗手吃饭啊 吃完饭以后 还得复习功课呢 赶快赶快 干嘛呀 干嘛呀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妈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给我施加压力 啊 我就崩溃了 大宝你 呸吧你 就你参加我高考啊 谁没参加过 还不如我小女孩呢 你不会晕到考场上吗 行行行行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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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你瞧他说话 疼疼疼疼 你那会儿跟我现在能一样吗 我现在这竞争多激烈啊 竞争再激烈 吃饭啊 快吃饭吃饭吃饭 把开快吃啊 我都高考了就做热了呀 没胃口 我 大宝啊 这几个态怎么了 怎么没胃口 你看我 他病成这样了听听 这不是也吃得挺好的吗 你那个营养品什么的 你得坚持吃啊 那个药店里说了 高考前一个月吃最管用 嗨妈 您可真什么都信啊 你妈不是什么信 你妈是什么都惯着 有什么呀 不就是高考吗 谁没考过呀 吃饭啊 吃饭比什么营养品都强 谁没考过试试的 赶紧吃 这菜这一个一个 怎么都这么腻啊 你别吃你 别动手啊 哎 我问你 你报什么志愿啊 跟你有关系吗 瞎打点什么呀 吃吃吃吃吃你 你吸的干啥听我 啊 大宝 你三姐问的还真是 你这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到底想报哪个专业啊 那还问什么呀 功课呗 功课 那可不 你考不考 是你们考还是我考 瞧你们这一个一个的 事不事啊 不吃了啊 大宝 怎么跟爸妈说话的呢 都你管的吗 大家快吃啊 别听舅舅的 妈 你还真别总给他施加压力 嗯 你没听说啊 现在好多考生跳路自杀 哼 瞎说的你啊 那你给他送去 你给他 改他快吃 啊 甭像你舅舅一样啊 对 改个考登车 我们改个平坏 宝 宝 起来了啊 宝 这孩子 大宝 嗯 起来了啊 嗯 得上课了 嗯 起床 起床 哎呦 怎么牛奶没喝呀 嗯 嗯 昨晚上牛奶怎么不喝了 再睡呀 嗯 忘了 什么忘了 嗯 快起来起来 嗯 快点 啊 起来起来 哎呀 干嘛呀 哈哈哈哈 这孩子 哎呀我得赶紧去 下镜子看一眼去 啊 看什么呀 过来 过来 过来听点啊 啊 给我一杯忘情水 还我也不流泪 如果真心真意 人大雨的风吹 付出的爱受不回 哎呦 憋死你 妈 你看 我像不像刘德华 刘德华 刘德华是谁啊 刘德华 你都不知道啊 啊 大明星啊 香港四大天王之首 哎呦 我看你像四大金刚之首 哎呦 刷牙刷牙 哎呦妈你也 你也太吐了吧 哎 我们班同学 尤其女同学 都说我长得像刘德华 但是我这鼻子不够弯 我要来点鹰狗鼻 更像 你像你妈我 赶紧的啊 哎呀 真有点像 其实 来 哎 我这还要找你呢 啊怎么了 大宝这是咋了 又哭又笑的 啊 啊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我溜腕 他从楼道里出来 跟那哭 我说大宝你这是咋的了 黑黑冲我黑黑黑 直着热 这是咋的了 这孩子最近老这样 啊 神神经经的 那这咋回事 你别跟孩子聊聊啊 啊 可能是学习压力太大 别给孩子这么大压力 就一个儿子干啥呀 啊 行 再好好聊聊 好啊 走了啊 嗯 哎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家大宝最近 有点神静兮兮的呀 啊 你也感觉到了 嗯 我都没敢跟你说 我说啊 嗯 他这个 今儿我听他在念念道说什么 你猜 嗯 说是活着呀 还是死了呀 这这得考虑考虑 什么 他想死啊 我不知道啊 他觉得是念道有点 哎呦喂 别是咱们给他压力太大 你看他 你看他报纸上 静双的中学生自杀的事啊 啊 咱 咱给他什么压力太大呀 别别别 你别瞎瞎子 哎 大宝怎么可能呢 你别掉以轻心 我跟你说 庄嫂今天跟我说呀 看见大宝在咱们的院里 又哭又笑的 还又哭又笑 别是他压力太大 这精神上出什么问题了 你说是不是 我去看看他去 这怎么都要死要活的呀 哎哎哎 你说话别太重 别刺激他啊 好 哎 你注意点方式方法 我要走进我的坟墓里去 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 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 heiß 妈你嚇我一跳你了 大宝 大宝 你干吗呢 我复习呢 你跟谁说话呢 您看什么呢 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我没跟谁说话呀 好好学习啊 早点休息 妈 您说您老这么看着 我怎么学习啊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挺好的 您赶紧睡觉去吧 妈 大宝 我跟你说呀 你好好学习 别的什么都别想啊 妈就您一个儿子 妈您放心吧 我要这大学考不上 我就不是您儿子 你瞎说什么 你考不上也是我儿子 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您放心吧 睡觉去吧 妈我求求你了 您快睡觉去吧 妈 你没事啊 我真没事 学习 学习 来 来 怎么样 怎么样 她呀 一会儿说一会儿笑 这笑得我心里都直害怕 你说咱们要不要给她 请个医生看看呀 嗨 请什么医生 你让我跟她谈 直接谈 你跟她谈什么呀 你不是损她就是骂她 你竟给孩子施加压力 你不成了 你看 你看 我告诉你 我们厂青工多不多 哪一个对我不是服服帖帖的 做这种思想工作我行 再说了大宝十九了成人了 我们用两个男人的身份 平等的对话 管用 不能像你那样 你一直把她当成个孩子 那哪行啊 她什么都不跟你说 行行行 你跟她谈 你要是把她弄坏了 你得负责任 我说她爸 我当然得负责任了 行了行了 赶紧睡吧 这些天让你给闹了 一惊一乍的晚上睡觉 我静做噩梦 我说你怎么那呼噜都直变调 那是 能闷见谁了呀 我说说你别生气啊 我老梦见你 你死东西 你俩能够吃 我复习功课了 你别跟着去 你让我去 你一去呢 她是又撒娇又装小的 见了没有 就这么定了啊 喂 不许发脾气知道吗 你先放去 别给她开大发力啊 爸你怎么来了 我正复习呢 行行行行 坐车 坐直 我干嘛呀 我坐直了 我能复习吗 你净添乱 我叫你这样子 坐没坐个坐相 站没这个站相 像个男人吗 坐直了 你现在是复习功课吗 你现在是需要听你老子跟你训话 知道不知道 嗯 谁不忙啊 啊 好好听看 谁不忙啊 家里头 凭什么大伙就都 都放在手里的事 全忙活你一个人呢 全你妈给惯的 我告诉你啊 打今儿个起 你身上所有的特权 全都没了 你不就是高考生吗 那高考生毕业考试 那是天经地义的 怎么了 就得忙活你一个人呢 你没什么可跳出的 我告诉你 爸 嗯 其实您这话呀 不应该跟我说 您还跟我妈说 我这也烦着呢 你瞧这一天 把我锁物脸盯着我 弄得我跟一犯人似的 爸 嗯 我跟你说去心里话 你说 这考试啊 我要真没考上 其实我自个儿没什么 我妈受不了 嗯 是不是 那是 所以我觉着什么呢 你应该带着我妈 去看看心理医生 我最近觉着我妈呀 这 八成那神经现在有问题 你晓得你妈有神经病 我觉着是 你胡扯什么你 你才有神经病的 我告诉你 那臭小子 你敢这么说你妈 你妈那对你是欧兴利穴 哎 你要敢对你妈不好 我包住你的皮啊 我啊 行行行行行 不是爸 那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您说呀 说说你那个 那个致愿的事 怎么想的 致愿 嗯 那您是想听真话呢 还是想听假话 你废什么话你 我当然要听真话 说 爸您对我态度能不能好点 我怎么不好啊我 你说你对我那仨姐 就慈眉山目的 见着我跟街机敌人似的 我抗议啊 你抗什么议你赶紧跟我说 你你怎么想的 说 爸 嗯 我想 考电影学院 考电影学院 嗯 毕业以后干什么 放电影啊 放电影 我演电影啊 我这 哎呀我 你演电影啊 哎呦爸您忒吐了 我这怎么能跟您说呢 我要跟我妈 我妈没准还吃呢 什么什么什么电影学院 你要干嘛呀你 电影学院 我说你这个小子 你不好好的一天到晚 风风电电电念什么呢 哈 你你干嘛呀你 什么学电影 还还想演电影 我告诉你不可能啊 就是啊 为什么呀 我告诉你 咱们童家祖宗八辈 没干这个 没有 考什么电影学院 那怎么就不能 从我这边出来一个呀 哎呀呀呀你听听听听 哎呦喂 我跟你说大宝啊 你听我讲你别着急啊 不是 咱们呀好好选个学科啊 你看 学学什么数学呀 物理呀 那个计算机啊 对呀 什么世界科技的领先技术 对对对 咱们学得好专业 将来毕业找工作 就是 你说你学那 那电影演员 那还是个专业 当然是专业 那是学 那是你这为这个细胞 你学出来也没用 你还是给我好好复习功课 就是好好复习 你妈喜欢考的这个专业 不是你们这观点现在太陈旧 人家好莱坞啊 好莱坞那些大演员 都是大学毕业的 行了行了 甭跟我们说好莱坞 我们不懂 你给我老老实实干那个没前途 怎么就没前途呢 当然没前途了 你听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我一说他就跟我顶 这都是你给惯的 我怎么是我惯的 打小就教育他选个好专业 那怎么是你呢 他还现在想考电影学 哎呦 想考电影学当个明星怎么了 你看你看还想当明星 你脑子里想什么呢你还当明星 你说 你当什么明星 我怎么就不能当明星 我告诉你 你就是当了演员 你也当不了明星 你这想的都是什么呀 你说你 你这叫什么话 我儿子怎么了 怎么当不了明星 对我怎么就当不了明星 他当什么明星啊他 我儿子多帅啊 多帅啊 怎么就不能当明星 我不愿意跟你们说 我不跟你们说啊 我告诉你 我就必须考电影学 我告诉你 你要敢考电影学 我就打折你的腿 你听见没有 他要打断我腿 爸 您要当着我妈妈把我腿打断了 我就跟人跳下去 你跳 你跳 你别拉着你 你让他跳下去 你让他跳下去 我跳下去 我还真就不管你了 你爱考什么考什么 你干什么呀你 我 我凭什么跳下去 我还考电影学院呢 就是 你们这观念 封建家长那一套 太陈旧 我告诉你们啊 我现在成年了 我有自主权 你干吗去 我去学校 你看见没有 敢当着老子的面 拍桌子来 我说你来教育他 你跟他急什么呀 你怎么教育他的呀 真是的 能要不然咱就 让他去考去 别管他 你说你这个人 你刚才跟他说半天 不让不让 怎么转眼就让他考了 你糊涂吧你就 那怎么能行呢 我跟你说前院那个小子 他都考什么导演 说考了三年了 也没考上文化课 也给丢了 怎么能考呢 不是你听我说 咱要是同意他去考 他万一考不上 他不就不愿咱们 当父母的了吗 再说他就是考不上 这也他人生道路上 一个教训呢 有好处啊 你说你转变怎么那么快呀 你糊涂你 我不跟你说了 我去学校找他们老师去 我去了他们学校了 他们老师说呀 这个大宝的成绩呀 要是考重点院校 肯定是考不上 考那普通院校呢 大本在那边缘 可上可下 考艺术院校倒还是个路子 你听到没有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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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艺术院校呢 分数限低 还不影响普通高考 因为他提前录取 就是要家长做好思想准备 可能要影响那个复习文化课 不是 那他要是考不上不影响高考吗 时间那么紧张 就是啊 我就是担心这个呀 可是这孩子 他爸 你得管管啊 怎么办呢 哎呀 管什么管 要我说啊 他想试就让他试试吧 这剧本我看完了啊 写得还不错 这叫沙什比亚 毛主席好像提过这个人 恩格斯也说过 什么叫沙什比亚画的 不错 考吧 考啊 行 那就让他考吧 我看我们家大宝呀 哎 还真是有点那小聪明啊 嗯 他不说他长得像刘什么 刘德华 刘德华 哎 小时候演出还得过奖呢 你说那什么时候啊 长幼儿园的时候啊 哎 你可真行 你真能说得出口 不要不要给他长 回来了 嗯 你们也甭点我啊 我是回来拿东西的 从今儿起 我就住我同学家 你们算没我这儿子 行了行了 跟这儿演小平呢 演技也就一般般吧 不就想考表演戏吗 爸妈同意了 考吧 真的 你都准备好了啊 哎呦 哎呦 妈 我这儿都准备好了 哎 我跟我们同学都说了啊 我爸再训我再打我 他们就风流而至 窃罚场 哎哎哎哎哎哎 你好小子 你居重造反是不是 不不不 你听我说啊 你要想考就让你考 你就得好好地准备 甭这个三天新鲜劲一过 又去睡大觉去 不能够 不能够 这是我一生的理想啊 我学什么都没兴趣 就离上舞台 美 特兴奋 我这帮老师都说我有表演天赋 没准一不小心啊 咱们家就出来一个 中国的马龙白蓝度 妈 妈 那姓白的是谁 是酒 白蓝地 白蓝度 一群土老帽 说你们也不懂 行行 我不懂啊 这个监督你学习的任务 就交给你爸了 行 爸 人家好歹还会吹个口哨 那是 文革时候呢 在那三线 人家还会唱样板戏 沙家帮和阿庆嫂 制斗一段 被传为经典 你这哪跟哪啊你这 就是那样板戏 人家是唱戏的 跟我不一回事 我演的知道那是什么吗 话剧小品 话剧 就你啊 能玩了吧 或去 就跟咱们没看过似的 嘿 你怎么回来了 考完了呀 没有 这孩子死活 不让我在那等 就是嘛 你说一大小伙子考试 妈还跟着 这多丢人呢 这个 哎呀 我这不着急吗 我在家等着也急 我还不如在学校里等着呢 我一看那家长乌泱泱的 我心里更没底了 我还是回来了 你说现在怎么这样啊 一个孩子考试是全家人跟着忙活 你说我那时候从四川到北京来考大学 谁管我呀 是不是 这好嘛 这孩子要是考不上 这全家不都得上吊去呀 人山人海的 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人口多了 得有多少人考试啊 才招十几个 我这一看 帅小伙可多了去了 咱家大宝够呛 没事 考不上正常 你说我们老同家 祖祖辈辈也没搞文艺的 这祖坟上没这股青烟 大宝那是遗传我 咱大宝那么爱表演 这要是考不上 对他打击可够大的 没事 撞到南墙也好 让他有一个教训 让他以后能够 遇上什么困难 你这不上班了吗 你赶紧去啊 可不是嘛 我怎么又跟你往回走了呢 我走了啊 去吧 你没事我再教你了 没事没事 好 考不上也没事啊 怎么啦又咳嗽了 我跟你讲啊 一会儿那大宝回来 你兄弟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别提啊 无提不提 但那个 得说点鼓励的话 对不对 对对 鼓励他就是不要再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别说啊 来 大宝回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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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怎么擀上你看 地 巧了 饭刚刚做得 来来来来 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鸡蛋炒辣椒 你爸还给你做了 洗洗手去 不洗了 香酥鱼 大宝最爱吃的 对对对 来大宝来来来来 坐下吃了啊 哎 哎 你们俩怎么不问我 考的怎么样 哈哈哈哈 吃饭吃饭 不是你们不老是想管着我吗 怎么不管了 哈哈哈哈 吃饭吃吃吃吃 哎不不不不不 我告诉你们俩 我没考上 我第一轮就被淘汰下来了 这下你俩得意了吧 真有先见之明 我自己还说什么在一起 如今依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此情又不语 说什么我爱你 大宝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就是不当演员了吗 这些天我这数学都落下来了 真有点划不来 那我再给你找个辅导老师 找什么辅导老师 还没我爸讲的好呢 行了 我没事 你走吧 我看书了 你真没事啊 妈 你要再不走 你可影响我学习了啊 好好好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那个我跟你商量点事 说 你跟我二姐夫叔叔 把我办美国去得了 你去美国干嘛 好莱坞 白老汇也成啊 你这演员梦还没死心啊 还逗你玩呢 哎 你弟弟我要真去美国 我干什么不行啊 你帮不我 可以 等你托福 考六百分再说吧 你看 我要托福 我还托你干嘛呀 还六百分 你逼死我吧你 那你就老老实实在家 等路去通知书 你看 我不是怕我学校考得不理想 咱妈不高兴吗 妈受不了 你在妈心里什么地位啊 你就是我妈妈都受得了 真是 都美国读博士了 这还跟我比呢 哎 南方 你看我给你买的多少东西 你看我给你买什么 妈 妈 这包是吃了吧 来来来来 没你的事啊 赶紧去 快去快去 来 真够回来 就妈给我买的 你看看这衣服 给你买的衣服 好看吗 啊 哎 什么也给爸妈铁似的 这干嘛干嘛啊 你去功课去啊 赶紧的 马上要高考了 哎 你看看这个 看这套装 漂亮了啊 你看你 你气质最文静 你最优雅的 你穿这个特合适 还有这个 这些短袖 你怎么了 啊 不喜欢啊 妈你这都买些什么呀 你买这些东西 不跟我商量商量就买 我这能穿得出去吗 这怎么穿得出去 这 我怎么穿得出去 他们都说这是最时髦的 我就照着这个买的呀 妈你看看 这什么呀 这什么呀 这么大的花彪 蝴蝶结 我是出国 我穿到美国 不让人笑话呀 这不是一看见农村来的吗 还以为 太失望了 你不喜欢 我给你换 妈别换了 你再换也是一俗 算了别换了 你说你这是浪费钱 经过允许就买 瞎买 好了 好了 那我都退了去了 妈 你说大宝这次模拟考试 怎么考那么点分啊 这孩子平时不爱学习 现在知道用工也晚了 妈 你不是我说你啊 我觉得你的教育观念 真的有问题 是 我都教了一辈子书了 你才教几天书 可是现在的时代在变 很多教育观念也得在变 你看看你现在 一天到晚都陷在这个 家庭琐事当中 什么锅碗瓢盆油盐酱醋 你已经没有时间 借出新的事物了 你都不知道外面 发生什么事情 你已经和社会脱节了 说你回来 怎么老挑我的刺啊 你说我忙谁啊 我不忙大家嘛 我这还错了 我这也就直话直说嘛 你要不想听就算了 南方 你干嘛老为难妈妈呀 我怎么为难你了妈妈 我就是把我想说的话表达出来 大实话呗 你看你回来 你这个看不惯 那个也看不惯 你要是看不惯这个家 你可以走 我们的事你不用他们 你终于说说心里话了 是 你们的事 你们的家 我在这个家里面跟你们没有关系 你一直没有把我当家里人看 你什么意思啊 南方你什么意思 我做的有什么不到的 你这个态度啊 我怎么了 我什么态度我知道你对我好 你对我好得不得了 我都不知道在这个家的身份 是做什么的 你是我妈妈吗 我是你女儿吗 你想干什么 啊 你读书读得多我知道 但是你不要把这读书的这个心眼 缺使得家 谁使心眼了 燕妮大宝 他们怎么闹怎么说 你都乐呵乐呵的 我呢 我说什么做什么 你都觉得我在使心眼 我怎么了这是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赶紧走啊 南方 你一句话一把刀 我做的有什么不到的 你为什么那么恨我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娘俩 别那么大声嚷嚷行吗 大宝还在这儿看书呢 我嘞 大宝还在这儿看书呢 我嘞 大宝还在这儿看书呢 大宝还在这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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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于 Souza 我妈一定一步 这个一步 爸 马上就要走了 马上就要离开你和妈妈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段时间 心里特别烦 我特别是看见妈妈 对我那种热情结了 我真的是特别受不了 我就觉得她没把我 当自己家人看 从小到大一直都这样 胡说 这你可是小心眼的 小心眼啊 那你们干吗 我生下来你们把我送奶奶家 你就是为这个 一直恨你妈妈吗 我不该恨吗 爸爸 你们要是爱我 你们怎么舍得 从小到大 我一直都没安全感 每次做梦都梦见妈妈不要 我把我往外退 孩子 这件事要怨呢 要恨呢 都不能恨你妈 你应该恨你爸爸我 当年你妈怀你的时候 感染困的年头 没什么吃的 可是她反应特别大 又吃不下去东西 就是严重地影响不良啊 当时她的脚正的呀 鞋都穿不进去 真的 还高血压 生你的时候的 高血压综合症 导致子贤 非常危险 婴儿和孕妇随时都可能死亡 大夫就问我了 说 你是要保大人还是要保孩子 我当时也慌 没经验我就说 我要保大人 可是你妈呢 不顾死活非把你生下来不可 那你们生了我干吗不养我 是困难时机 真困 没饭吃 真是没饭吃 你爸身体又那么不好 我们想着 把你送回老家去 说不定还有一口吃的呢 就把你送到奶奶那儿去了 虽然你们也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可是我们这心里头 说实话 每一天都惦记着你 就不到我现在 就不到我现在 我跟你妈 都不知道怎么弥补这份愧疚的心 这几天你要走了 你妈那个样子 我吃不下 睡不着我 天天晚上怎么念叨 天天晚上是睡不着我 睡不着我 跟我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就跑到街上 你看 给你买了这么多的东西 这些东西啊 也许是真不合你的意 可是它是你妈的心意 好了 你这辈子呀 可以不爱这个家 也可以恨你的爸爸 但是你真的不能恨你的妈 你妈真是一个好妈 要说她为了你们几个人 真的是操碎心了 好了 你是大孩子了 收拾收拾东西 赶紧睡觉 走 嗯 又来了啊 行了 行了 要我给她裂的东西啊 不下二十钱 她这个不要 那个不要 她是沉心想起 她是沉心想起 早知道这样 我当年还不如就忍一忍 把这孩子搁家里堆养得了 没想到她会这么恨 你啊 我都不想说你 当初让你多带一个孩子 哦 家伙你瞧瞧你 跟药尼命似 我这自责着呢 你就本在那儿再挑我的词了 你说南方真要是一辈子不原谅 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啊 好 去去去 没有 这是什么话 你说你这傻老太婆说的话 真够傻的 妈 行了 哎 她的方她也是个大孩子 她也不是不懂事 知道她妈对她好 哎呀 她是要去美国了 立家园 舍不得 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 只要让她退回去 我那时候说什么 也不能把这孩子送出去 退回去 往哪儿退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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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 嗯 你怎么了 我明天就要走了 那 你早点休息啊 好 妈 我睡不着 妈 我睡不着 妈也睡不着 快过来 妈 妈也睡不着 回来这娘娘 妈 刚才说回去了 可不就回去了吗 爸 谢谢 谢谢 行了 甭谢了 爸给你们腾地儿啊 我来帮你睡啊 我来帮你睡啊 来 躺下 咱俩好好聊聊啊 我们跟他走 你爸 你爸 他曾经为了孩子 千里迢迢地去感想 你爸 为了胆胆 我看电视看流泪了呢 大宝回来了 大宝回来了 大宝 来来来 你那个 发板了吗 发了吗 发了 哎 考上没有 自个儿看吧 哎 录取通知书 看见没有 你真行吗 看看 看看 北京工学院机械分院 到底跟你爸学一个钻语 子承父业 对对对 什么呀 这什么破学校啊 你们看看 什么学校啊 三年制大专 还在顺意 不错了 不错了 不是 挺好的 顺意 顺意 顺了心意嘛 是吧 我算是瞎了 啊 不可能 会方所失去的 我们谁也补偿不能 他学校疏 没有 那是不能 伤心的 语言 我尝语